这个躺在地上吃东西的人叫吴斌 吴斌是安徽宣承人 吴斌的母亲在怀胎七个月的时候生下了他 一生下来就患有软骨病 结果导致大脑缺氧,重度老瘫 如今吴斌的父母都离开了人世 吴斌还有个弟弟 但弟弟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 吴斌不想一直靠着弟弟活着 吴斌来到了厦门 租住在了一间几平米的小单间 房间的城市很简单 只有床、桌子和衣柜 厕所是公用的 吴斌平时主要靠唱歌乞讨为生 吴斌每天起得很早 穿好衣服拿上装备 坐上板凳就出门了 行动不变的他只能依靠板凳行走 来到鸡边 铺好乞讨用的白塑料布 路上还映上了吴斌的残疾症 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 因为好心的阿姨放下了一个火龙锅 吴斌就这样躺在街头乞讨 直到天黑 回到租住的房子 一天的工作就算是结束了 为了省钱 吴斌自己煮饭吃 吃的菜是回来了路上买的 由于老他那一项 手不受控制 他吃的每一口饭都很艰难 吴斌对自己现在的情况很满意 他觉得有些人过得还不如他 吃完饭 洗漱下就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 天空下起来雨 看样子今天是不能出门了 吃完一桶泡面 吴斌坐着板凳来到了门口 点上一根烟 出烟的时候吴斌笑了 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 终于天晴了 吴斌坐上板凳拿上装备 又出门上班了 躺在地上唱着歌 看着深浅人群行色匆匆 吴斌是一个乐观的人 尽管他连穿衣服洗澡都比普通人要费劲 对于婚姻他不敢奢求 希望下辈子可以结婚 对于帮助过他的人 希望下辈子做好人报道他们 他最希望的是自己下辈子能做一个有用的人 这是一部不像纪录片的纪录片 没有对白也没有旁白 导演只是用镜头记录下了板凳哥舞冰 感谢观看